大家好,我是小博,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抓微博经济的MyBelis 那接着上一节课的内容呢,我们接着讲第二个专题 利用MyBelis拦截器制作分页 那首先呢,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分页的概念是什么 分页呢,顾名思义,就是把我们的查询结果 按照一定的数量呢,来做切分,一页一页的显示 那举个例子,我们来看我们这个MyBelis学院的论坛 这块地方,就是一个分页处理 第一页,第二页,可以返回下一页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想一下 假设数据库里面,对于我们这个查询,一次返回很多结果 几万条 那我们的程序,在页面上一次性要把这几万条数据加载出来 那个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呢,在我们开发的软件系统里面呢 一般都会有这个分页机制 它每次呢,只是呈现某一部分的数据 这个呢,就是分页的概念 那我们讲这个分页呢,其实 技术上实现也有两种 一种呢,是内存分页 其实呢,就是概念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次性,我们还是把所有的结果 数据库查询的结果啊,都加载到内存里 然后呢,在我们的程序里,对加载出来的结果 做切分,呈现到页面上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物理分页 那物理分页其实就是说 我每次去执行查询的时候 是查询 我所需要的这个分页的数据 那当点击这个 其他页数的时候 或者是点下一页的时候呢 再加载下一页 所需要的这个数据 从数据库里返回出来 这两种方式呢 似乎我们的这个应用场景啊 可以灵活的应用 假设说我们的这个 查询结果 总量不是很大的 那么可以采用第一种方式 你自信取出来 然后呢,内存中分页 但基本上 在实际的商业项目中呢 我们都会采用第二种方式 物理分页 就是每次呢 是查询我们所需要的数据 因为啊,在真正的商业项目当中 这个查询的数据量 一般都会比较大 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 其实就是第二种方式 我们利用Mobitis的拦截器呢 写了一个分页 插件 然后呢,每次指示区数据库里 把我所要的数据呢 查询出来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那上一节课结束的这个代码 基础上呢 我加了一段东西 就这个 在这个Plugin里面 我加了一个PageBall 那里面有两个类 一个是Page类 还有一个PageSupportPlugin 那这个PageSupportPlugin呢 就是我写的这个 关于这个分页的一个插件 关于这个分页的一个插件 啊,我们在前面介绍过这个Mobitis的拦截器 那,就是利用这个拦截器来实现的这个分页插件 它呢,对这个DamageHandler 进行了拦截 用它的Prepare这个方法 那Connection参数呢,进行拦截 OK,这个代码呢 我们先简单介绍到这边 然后,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分页插件要实现的这个原理 我们在讲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再反过来看这个插件 如何使用它 那分页的原理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对于我们每次的查询结果 我们只需要取其中一段 那这一段 无论是哪一种数据库的类型呢 它都需要知道两个东西 就是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 有了这两个东西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从查询结果里面 写取出一段 当然呢 对于每一种数据库的类型 它的这种写法呢 语法上并不一定相同 就像我们上节课讲的 这个多数据库支持的时候 讲的这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SQL Server 和这个MySQL 这里的语法呢 不相同 在MySQL里呢 用Limit 那今天我们做的这个例子啊 我们就用MySQL来做示例 因为其实在 现在很多这个开源的项目里面 MySQL的这个使用比例啊 尤其对于我们抓网 是非常多的 那对于我们这个MySQL的语法呢 这个Limit 0到3 表示什么呢 就表示从第0条往后面取三 三条记录 那假如说我们一页 显示十条记录的话呢 那就是这样 对吧 0到10 这是第一页 如果第二页的话呢 就是11到10 第三页的话呢 就是21到10 那换成我们MyBetis这个替换符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会把它换成这样 Page 假设我们有一个Page对象 对吧 PageStart Number 后面呢 Page Number OK 那这样呢 似乎好像跟我们那个分页插件没关系 也可以完成我们分页的这个数据查询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写个分页插件呢 因为这样写啊 是有缺陷的 其中一个很大的缺陷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样把这个SQL语句啊 已经定死了 对吧 我们这样写了之后 在MySQL里面 是可以的 但是在其他数据库语法里面 是不支持的 所以我们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呢 应该我们只写到照 没有Limit 只写到照 然后我们的这个分页插件呢 根据我们所在的这个数据库的这个类型环境啊 自动添加上不同的这个分页语法 这样的话呢 保证我们的SQL语句啊 只要写一套 在任何地方呢 都可以通用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我这边呢 准备了一条 查询所有学生的这个SQL List all students 返回指呢 就是student 它会把我们这个表里啊 所有的学生记录 一致性的查询出来 通过这条SQL语句呢 我们来执行我们的这个分页插件 先给这个SQL 我们加一个Map接口 它返回 List student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组方法里呢 我们先执行一下 把这个地方就换掉了 换成我们新写的这个List all students 我们先来执行一下 执行之前我们要把这个昨天写的这个JDBC啊 换成我们的这个MySQL OK 我们来执行一下 这时候呢 就把所有的学生的记录给打出来了 我们把这个showSQL的这个啊 打开 把这个 把这个插件打开 让我们的SQL呢 可以看到 OK 它执行的这条SQL 把所有的记录给查询了出来 下面呢 我们就加上这个插件的支持 在这里 我们把这个插件 给写上去 它有一个属性 Dannabase type 我们把它设成MySQL 那我们先把这个插件跑完 最后再看这个代码 然后呢 用我们针对student 去做分页查询 我们给student啊 设一个 patchbin 就是我们先建一个patchball 然后呢 你有一个新的对象 tudmt patch 让它继承呢 我们的student对象 在这个里面 我们组装一个 patch这个属性 这个patch属性呢 就是我前面加的这个patch对象 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里面有定义了 当前页 每页多少条 分页结束之后 总条数有多少 总共页数有多少 查询结果记录是多少 是什么东西 嗯 待会我们执行完了之后 再来看 先把这个例子跑完 那把这个patch属性 加进去之后呢 我们给它增加这个 get set方法 ok 然后 在我们的这个map这里啊 我们传这个 student page 这个属性进去 是这个student page 这个类型 然后在我们主方法之后呢 我们可以new一个 student page对象 然后呢 再照传入这个属性 这个patch这个属性 我们再执行一下 你看 这时候我们执行的语句 就自然的带上了 limit 0到10 也就是查询第一页的内容 那我们回到我们patch这儿来 我们把这个 这边有个默认词 patch number 第多少页 和patch size 我们换一下 假设我们现在把patch size 换成 3 并且从第二页 来执行 我们再跑一下 这时候sql 会变成什么 从第三条 去三条 那这样呢 我们的这个分页插件啊 就很 很好的完成了我们这个 刚才所提出的这个设想 我们只写了一套sql 对吧 在我们这个 sql map里面 我们只写了这一条sql 我们只写了这一条sql 但是呢 在执行的时候 它却按照我们的分页要求 打出了这样的sql 执行了这样sql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前面用到的这个分页插件 它是怎么完成这个事情 在幕后 看一下这个代码 前面我们已经讲了 就是说 它通过一个拦截器 对这个 Dement Handler这个类里面的 这个Pair方法进行拦截 它的拦截的主方法呢 就是在 我们的这里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方法 首先呢 它通过一个反射工具类啊 把这个 Statement Handler 取了出来 那这个是一个 这个反射工具类呢 我再都不讲了 它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根据这个 属性名 把属性给取出来 从这个Handler里面 把这个 它里面所带的 Delegate代理的这个 Dement 对象给取了出来 而通过取出来这个Statement Handler呢 把它的sql语句 执行的sql语句取出来 并且 这个sql语句所用到的参数类型啊 也取了出来 就是这个Object 然后照一个判断 它会判断这个 Object里面啊 有没有这个Page的属性 也就是刚才我为什么 要写一个对象出来呢 就是Statement Page Statement Student Page 里面封装一个这个对象在里面 因为我们这个拦截器里面 它会判断 如果这个对象里面含有Page这个属性 它就会进到这个拦截方法里 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里面干了一些什么事情啊 首先第一步 它就执行了一个 Set Total Record 并且如果判断 这个Total Record是空的话 它就不再执行了 第二步呢 执行那个GitPage SQL 它会返回一个 分页的SQL语句 并且呢 通过反射 再丢回到 原来的查询语句里面去 最终呢 是让这个 MyBITX啊 执行我们改装过的 分页查询语句 那其实分页插件这么做呢 就这两个步骤 第一步呢 就是根据我们传过来的这个SQL语句啊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 Student Map里丢过来的 List All这个语句啊 根据这个语句呢 把它封装成一个 查询所有记录的 语句 比如说就像是这样 Select Count 新 From 当然要变成一个别名 这个SQL语句才支持 它会把我们传过来 这个SQL语句呢 先封装成这样一个SQL语句 执行一下 然后把反过来的结果级呢 Set到我们的这个 Page属性里的这个 TotalPage TotalRecord这里 根据这个TotalRecord呢 我们可以算出它的这个 TotalPage 在这个B里面 也就是说 多少条记录 总共有 这个查询结果总共有多少记录 并且根据它现在是 每页有多少条 来算出它的这个 总共有多少页 都封装在这个Page属性里面 Page对象里 那 分页插件的第一步呢 就干了这个事情 第二步 它会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把这个SQL语句啊 再变化一次 就是加上我们这个 Limit语法 现在3 到3 什么 我们现在设的是 2到3 会把这个字呢 传过来 共转成这样的一个SQL语句 并且呢 最终 让MyBelix 执行这条SQL语句 这就是这个分页插件工作的这个流程 好 好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代码里看一下 那它第一步呢 Count 这个东西是怎么来做的呢 我们看一下 里面一些细节 比如setTotalCount这个方法 它其实做了什么事情 它这是一个 就是我刚才说的 它会把我们的SQL语句啊 变成 代Count新的 查询所有记录的这个SQL语句 那其实它在这呢 调用了一个这个方法 呃 Count SQL 看到没有 Count SQL 它最终呢 就把这个语句啊 通装成这样 就是把传来的SQL语句啊 拼上 selectCount新 让它 括号把它夸起来 最后换一个别名列帐 那这里有个参数啊 CheckFirstFrom 它其实这个 我觉得 你们自己可以看一下 它其实意思呢 就是它会做一个优化 它会从这个SQL语句 我们传过来SQL语句里面 第一个From取出来 然后呢 就 不是把整个SQL语句包起来 它会从第一个From 开始截取这个SQL 就做了一个优化 那它这边提供一个设置呢 就是 让你可以选择 需不需要做这个优化 因为有的SQL语句啊 如果你从第一个From取 可能会有问题 那通过这个方法呢 我们就可以 拿到我们这个 要改变的这个SQL语句 Count这个SQL语句啊 是怎样的 最后呢 它会通过一个 自己构建一个 Bond SQL 自己准备这个Prepare 啊 把这个SQL语句执行完 并且执行完了之后呢 把这个长运结果语啊 封装到我们这个 Page的这个TotalRecord里面去 那封装了PageTotalRecord TotalPageNumber呢 也被封装好了 那这就是它的第一步 通过自己构建一个SQL语句 然后执行这个SQL语句 并且把SQL语句的长运结果 封装到我们的Page对象里去 那执行完了这个方法之后呢 在我们这个 查询的这个封装里面啊 查询的这个结果机里面 所带的那个Page属性啊 它的TotalNumber TotalRecord 就全部已经有了 下面呢就是它第二步 我们看一下 GetPageSQL 这里呢第一步它就会去做一个参数的判断 根据我们传过来的DatabaseType啊 就是我们前面这要设的这Plugin这里 有个DatabaseType 它会在这个插件里呢 渠道 那根据这个东西呢 去判断我们要怎么样封装语句 这边要提供了两种 一个是MySQL 一个是Oracle 大家以后可以补充其他的SQL的方法 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MySQL 那通过这个方法呢 你看就是很简单 把传过来的SQL 拼上这个Limit方法 对吧 封装成一个新的SQL语句 去返回 最后呢 在这里呢 就把这个SQL语句 丢出去 通过反射呢 再传过原来的这个BondSQL 并且最终去执行它 那这个呢 就是这整个分页插件的这个原理 实现原理 通过了解这个原理呢 我们再把我们这个Man方法 这边再改造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Page里面 在我们这个STU这个里面 藏了一个Page Page里面呢 有它的这个TotalNumber TotalPageNumber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 看一下 中公七条纪录共三页 对吧 那关于这个分页插件呢 它的实现原理 以及如果使用它呢 就讲到这儿 大家在课后啊 把这个分页插件 练习的使用起来 如果有能力的话呢 可以在自己添加一些 其他的数据库的支持 比如说Seq Server 好 今天的课呢 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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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